在某节目中,节目组现身某商场采访路人对于张雨琪的评价 有路人指出张雨琪应该拿出自己的作品说话 而不是大家看到的各种各样的炒作 面对质疑,张雨琪本人回应 特别难受,我没有坚持当时自己的点 谁会拿着自己那么痛的东西出来吵 谁会拿着哪个伤疤告诉别人 你看看这个疤,很痛吧 我觉得这些话很可笑 大众对于娱乐明星的误区和误解 有人可能会炒作,没有人会拿出伤疤出来炒作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